超商麵包內餡多到一出來 不過有民眾吃到一半 竟然拉出一條又細又長不明物體 原坡警察發文表示以為是頭髮 結果竟然是棉線 卡在裡面真的超噁心 不太好 不過還是會跟店家反應 就做的時候 可能就不小心把東西有用進去 民眾認為可能作業流程沒注意 而當事人已經打給客服反應 注意到期日8月7號同品產品 超商則表示會在了解情況 有網友嚇壞 以為是衛生棉條狂酸 這是限量麵包 也有人推測可能是 麵粉袋的棉線造成的 知名牛排餐廳也發生食安問題 民眾吃到一半 卻發現鋁箔紙跟店家反應 女員工卻聲稱 牛排都是用錫箔紙包覆烤的 所以才會出現 會跟廚房說一聲注意一下 也讓消費者疑惑 難道牛排出餐 被混入異物是常態嗎 這叫做推卸責任 沒有所謂說你牛排包的鋁箔紙 你這是什麼歪理 針對於環境衛生 食品製程以及品管的部分加強茶盒 雖然發現了及時沒有將錫箔紙吃下肚 不過店家服務態度 卻讓消費者大失所望 記者潘金日貴宣 雙北收入貨運動 姐夫 min 要 你 不是 我 我 irit